我之前是做辦公室的工作 後來有機會接觸到演藝圈這一塊 我就是決心想要Focus 在這一塊演藝圈這一塊 所以一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根本就是可以說沒有錢 或者是最多就是五千塊 為了要省錢就開始吃老本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本身還會寫一點文章 剛開始那時候就有一點類似像 體驗文 業配文這一塊 我就會去接 有一次我覺得 是後來我才覺得有一點委屈 就是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個 就是需要用摩托車的那個Case 然後摩托車Case是我必須 本人要去那一個 先去機車店去簽 等於去簽 然後這些你看 你的車費時間都是包含自己的 然後他第一次公關公司是跟我說 希望我騎到白沙灣 還要騎到白沙灣 就是因為我要覺得說 妳是騎進去白沙灣嗎 對 可是我第一個覺得說 白沙灣真的是 白沙灣真的太遠了 可是我後來我還是有達到 那個目的就是說不要白沙灣 我騎到烏來山上 烏來山上 就是背景是漂亮的 至少就是有出遊的感覺 我就選擇第一 因為白沙灣是對我來講 真的是太遠了 然後我覺得一般的常人 不可能會真的是騎摩托車 騎到那個地方 我就乾脆騎到烏來上面 拍完之後 我要趕快回去還車子 還完車子回到家修照片 然後在寫什麼很開心這樣子 就我一篇那時候文章拿3000塊 然後3000塊之後 我後來為什麼會知道 那個價錢很高 是因為大概有超過20倍 我後來被我知道有超過20倍以上 我就覺得很委屈 因為 聽不懂 有人拿6萬 對 以上 其實是以上 超過20倍 其實還有別的很多類似的案件 說你可能這一個是可以拿12萬 可是他卻給我1萬2這樣之類的 好啦 然後後來我就是 在一塊就心裡比較委屈 是我在節目上 或是就是螢幕上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就是好講話的人 然後或是 即使怎麼虧你 怎麼罵你 你都不會生氣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 自己就跑來就是私訊罵我 說你長那麼醜 你憑什麼進來 我生氣的點是 我覺得你們沒有認識過我 因為我覺得 如果真的是認識我的人 我是屬於一個 我跟人家交朋友 我不會去看人家外表的人 外表身分 我不會去介意的人 所以他們批評我 我會覺得是因為 你們還不是我朋友 所以如果你們是成為我朋友的話 我會用 就是用朋友的方式對待 你會批評我 就是因為你還沒有認識我 所以請大家給我一點機會 讓我認識你們好嗎 你喔 感恩老師 來 老師請評苦 對啦 其實我覺得亞美將 是一個很正能量的人 因為她的正能量 我本來想說 我只要給她一個苦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她的遭遇 是有點辛苦 所以我多給她一個苦 謝謝老師